开开心心去行山 今天我们去千岛湖清景台 欣赏千岛湖的美绝景色 我们的行程是开车由九龙出发 走经败烂隧道前往元朗大堂 一部车又停在大堂方向林公众停车场 之后就步行去千岛湖清景台 地图映示步行的时间只需47分钟 原来实际时间多过一半 现在我们开车西行 已经来到屯门公路 沿左边的行车线前往元朗方向 洗入清浪公路 穿过大栏隧道 山沸亭距离隧道出口1公里长 经过自动收费停 继续沿清浪公路向前行 接着是元朗行车线 接着元朗行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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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靠左边都是元朗行车线 都是元朗行车线 我们已经想进去元朗公路了 我们已经想进去元朗公路了 试下我们沿元朗南行车线继续向前行 来到十八香郊会处 看见大堂的路牌,驶出回旋处 左转驶入大奇岭路 向前行逆400米,依导航指示转左 驶出回旋处,驶入大树下西路 其实刚刚在大奇岭路继续走大约200米 转左就是大堂路 这条路线比较简单 这道行来到这里转右,驶入南坑村路 驶入南坑村转左,连回大堂路 如果乘搭由朗平开出的港铁K66巴士 就需要在大唐山路站下车,步行上山 驾车就在这里转左,驶入大唐山路 这段大唐山路大夜长1.8公里,走就要30分钟 这里有很多人踩单车,走路和驾车都要小心 前面是限制道路,转右就是大唐丰香林公众停车场 平日,这个停车场通常都有空车位 我们就在这里停车,停车场是免费的 我们下车了,开始行山了 限制道路向前行 这个路名叫做大腊临路,大唐端 同时也叫做大唐越野单车径 我们在这里就要注意越野单车的洗过 在这里可以遥望元朗天水围一带的风光 我们第一站就是丰香林 路程大约1.6公里,大约半个小时 这里是大唐自然教育径的入口 我们下次再来这里 我们下次再来这里 这段路六月成荫 一片绿色,轻松易行 平日,这里游人不是很多 真的要留意单车的洗过 虽然现在是沿逛 但是这里走也很舒适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前面就有分叉路 在分叉路口,向左走五分钟 就到蜂香林了 我们先去蜂香林看看绿色的蜂香叶 这里两边都做满蜂香树 蜂香和蜂叶是两种不同的树种 蜂香属金铝梅科 蜂叶是属漆树科 蜂香的叶一般是三裂 而蜂叶的叶是五裂 蜂香属于乐叶桥木 叶的颜色是随着季节而转变 春夏的季节是翠绿色 秋冬的季节占变成黄和红色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蜂香林了 这里秋冬是观赏熊叶的叶典 这里就是打卡的好位置 蜂香亭 今天油人也比较少 所以很清淨 翠绿色的蜂香叶 叶得一支蓝色白云 景色真的很优美 逆线一幅别不同的油画 我们回到交叉路口 向右走在千岛湖清景台的方向 路程大约2公里 走在你快或是慢 大约1.5分钟 这段的路名是大南临路 白宫咬断 刚下了大雨 幸好它们有大婴 瞬间又雨过天青 这段路同时也是大南自然教育的 这里的山脚曾经被山伙婆围过 现在就种植了很多树苗 重新眷隆 走了很久才有个避雨亭 这里距离千岛湖清景台 还有2公里 还要走多1个小时 走多10分钟 我们就来到大南临路的尽头 之后就是梯级和小径 虽然路途不算很难走 始终都是要上梯级 都会消耗体力 要慢慢走 不要心急 还要补充适当的水分 在图中看到这个 翻圣帝君的座区 赤土神居 很神气 继续向前走 再上上随时 真的很需要体力 慢慢走 终于见到千岛湖清景台的指示牌了 不过再要走200米才到目的地 这就是千岛湖清景台 清景台是在2019年落成的 它前继简约 是用自然的材料建造 千岛湖其实就是大南串水塘 水塘是在1957年落成 面积低约有1.7平方公里 水塘里面有大大小小的岛序 所以就被称为港版千岛湖 由黄沙围边 翠绿饱满的小岛 而星罗旗布 散落在伟南的湖水之上 水日满千岛湖 水日满千岛湖 景色亮绝 美不星秀 好,观想完绝美的美景 我们就回头了 回到大唐峰香林公众停车场拿车 开车回市区 完成一日愉快的旅程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 请点赞,分享和免费订阅 下次再见,拜拜!